《主必化來,方舟不是神話》專輯 歡迎大家回到第二節的《主必化來,方舟不是神話》專輯 Angus,其實方舟除了有審判及拯救的象徵意義之外 他還隱藏著一個很重的家庭觀念 是的,我們看到當時的世代,羅雅在神眼中是一個義人 神不僅僅拯救了羅雅,他連全家都拯救 讓我看到,原來神真是信實,一人得救,應該全家都得救 說到全家或家庭,Angus,我早就有四個子女 會否經常跟你說一些聖經故事或方舟故事 有的,因為聖經教導過,無論你坐著、躺著、行著 都要跟孩子宣講神的信息 我亦會藉著方舟的故事跟他講 當這個世代沉淪、墮落的時候 我們真的要保持心,要做神眼中的義人 一定要不住警醒,我會提醒他這件事 信仰我相信對於每個人都很重要 我知道你認識耶穌也有七年八年以上 在這個所謂的轉捩點之前或後 對你的生活、家庭,特別是教養系統 有沒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絕對有,我是2003年左右信主 在信主之前,我自以為自己是一個信耶穌的信徒 但從來沒有把心在聖經的話語真理上尋求答案 就是用了自己的方法 在2003年之前,自己教導孩子 都是用了自己的方法,人思考的方法 一直到2003年,孩子突然變成了一個青少年 由一個小朋友去到一個成年,小大人的時候 突然發現中間好像多了很多張力,很緊張 他會開始有自己的朋友,可能他跟我說幾分鐘已經足夠了 他可以跟同學講一小時的電話 看到孩子越來越成長 我越想用自己的想法去跟他溝通的時候 他會覺得,為甚麼?為甚麼我父母是否想管著我? 有這樣的張力 當時我自己的心也有點不知怎麼辦 但我會感恩,擔心 擔心 很感恩,當時就回到教會 我看到憑信心 當孩子信了主之後 生命有很大的改變 譬如我的兒子會跟我說 分享 他說媽媽,真的很奇怪 以前還沒信主 有時妹妹會哭,扭計哭 他在讀書時就會很生氣 他會出去說,你可不可以不哭? 妹妹又要哭大聲 他說,你再哭我真的會打你 但是,當他信了神之後 就不同了 他說,再聽到妹妹哭 他真的好像天使在唱歌 讓我很清楚看到 原來神真的是一個應許的神 他說,他不是祈禱甚麼 他就給你甚麼 而是他最大的神跡 就是他改變人心的神 所以當耶穌說到 我一來是讓人得生命 並且得得更豐盛 我真的深深體會到 當你願意打開心 讓耶穌做我們一家之主的時候 那種愛和和諧 就已經充斥在我整個家庭裏面 就是讓我親眼看到神的作為 所以在這裡,我也要多說一句 我真的很希望在電視機前的觀眾 當你今天遇到任何困難 但我真的用心呼籲你 放手,讓神掌管你的生命 我相信祂一定會讓你 經過很多難關 最後見到彩虹 你要信得過神 我知道耶穌中學的校長 都有同一個信念 所以他們在五月底 舉辦了一個名為 生命方舟的報道大會 當中還邀請了探索隊員 分享他們信仰 如何幫助他們 能夠跨過一個又一個的風浪 08年10月中回到香港 剛才文輝都說 起了一個變化,那個變化是被人忘了 我記得1月9日 晚上10點 那報告出現 李先生,李先生,你鎮定點 我說我一直都這麼鎮定 做人有什麼大不了呢 很鎮定 他就說 你有淋巴癌症在骨髓裡面 其實已經是末期 因為原來在骨髓出現的任何癌症 是每一天在這個循環系頓 兜來兜來兜來兜十萬多次 但第二次的奇蹟又再出現 由當時報告到現在大約一年半的時間 我仍然能夠站在這裏和大家分享 醫生的角度告訴我奇蹟 醫生說奇蹟 我不懂的 他說 過門不入 這四個字 原來 癌症細胞 過了我這麼多的五臟六腑之後 進去那些五臟六腑裡 一直都沒有破壞我的五臟六腑 唯一一件事就是 去到那些血的位置 就去刺穿了我的血 那些細胞 導致我一路失血 一路失血 一路失血 不過都很感恩的 我真的很感恩 我在整件事裡面很感恩 就是一定要交託 因為去到醫學界 都不知道怎樣處理的事情 不可以不再交上 將這個案子 所以去到這裏 神都一直帶領保守 我不知道接下來的路是怎樣 不過在我自己立場裡面 都要珍惜我現在有的 由我信耶穌到現在八年多 由我第一次祈禱 我求神給我戒煙 只是祈禱了肚子 神給我戒煙 說戒就戒 連我媽媽都不相信 第二次就是我奢禍 但是耶穌呢 救回我的命 我進了生涯ICU 每一個人來探望我都哭 每一個人看到我的樣子 每個都在哭 但是那時候我還可以跟他們說 我沒什麼 OK啊 六條辣骨裂了嗎 我的骨裂了嗎 手和腳有時候 OK 沒什麼 不是很痛 這是神職來的 在整個過程裡面 在車禍的過程裡面 我都看到神的恩典 我都看到祈禱的能力 是這次上山一樣 每個都很擔心 每個都會覺得 我沒有可能上山 連他們都會覺得 可能我都未必有機會上山 盡能力做 但是神給我的能力是大到 我可以告訴你們 當時我的能力 我上山的能力 甚至下山的能力 我比那些男人更厲害 所以我去祈禱 給我們的神的掌聲 這麼厲害 耶穌說 你有那種勇氣 你有那份的生命 是滿有平安喜樂 可以面對任何的大場面 什麼 Cancel 在你生命裡面 你可以面對經濟上的洪水 金融海嘯 感情問題 婚姻生活 人們找工作 讀書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很多很多大場面 很多很震撼的問題 一浪接一浪 今天上帝就要告訴你 藉著我們去探索方舟 我很想告訴大家 耶穌是你的方舟 有沒有人願意把你的問題 嘗試交給上帝 嘗試接受耶穌基督 成為你個人的救主 如果你願意把你的生命 交給祂的話 你同樣像我們一樣 經歷到一個這麼奇妙的生命 如果你願意 請你舉舉你的手 讓我知道 我很想為你祝福 很想為你祈福 剛才看的報道會 我看來有成千人出席 做文說有成九十七人 願意相信耶穌 是的 見到有很多家長和學生 相信耶穌 其實我們都得到很大的鼓勵 不如這一刻 我們想請Agnes為 香港有更多個家庭 能夠相信耶穌這件事去祈禱 好嗎 好啊 讓我們一起低頭 為香港家庭做個禱告 祈愛的天父 我都以助萬物的主 我感謝祢 感謝祢 感謝祢 真是進入我的家庭 讓我從前風吻有祢 現在親眼看見祢 主啊 我看到 香港整個社會 真是在一個 不是很和諧的一個這樣的氣氛裏 也都因為社會這樣的情況 引致到很多家庭 無論夫婦間也都產生很多問題 所以離婚率是很高期 也都有很多做家長的 不懂怎樣去教育下一代 引致很多家庭的問題的衍生 也都很多青少年的問題 神啊 我在這兒肯切祈求祢 因為祢在聖經答應過我們 凡遵守祢的話的 只要我們願意祈求 祢就成就 神啊 求祢真是大發憐憫 讓香港更多更多的家庭 一個又一個家庭這樣 都歸信在祢的名下 讓祢在今天這一刻活著 就已經有信 有忘 有愛 讓祢感受到 祢是像生命的主 當祢接受祢就有一個很豐盛的生命 神啊 求祢的大愛 臨到每一個家庭 讓祢都知道 基督是祢的生命 是祢家庭的主在 求神來聽我們的討告 奉耶穌基督得聖的名字祈求 阿門 阿門 在這一刻 我作為一次誠意 邀請大家 去出席6月26日 《方舟不是神話》的報道大會 創世電視觀眾 訂購《方舟不是神話》 報道大會門票 可以享有特別優惠 請立即打電話來 2209-6230 閉上 愛 五十多 一大 一大 一大